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成就攻略 元神成就全收集 1.0到4.4共1185个 成就数47到50 黎月任务身后是3章50 诸世平安 开副本成就47比49等 任务视频的成就呢 是开按黎月的两个副本 加上他的 身旺任务成就 拆了地图的人可以跳下一篇了 来 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一张安博 再准备一张演戏角色 好 配置好之后 我们打抬地图来到无望坡 这 我们可以从下面提笔点多了 上面这就过不来 就在这个是在悬崖下的 你爬不上了 我来到这 我这个提笔点多了 到了这之后 我们就朝前面去 躺那个仙灵的法甲 这有一座火把 我们把它点亮 来贴一下仙灵 它会带我们去找下面的火把 带着它走 首先只有一个封墙 需要贴一下它 然后去卡前面的伤 来 我们上上飞下了 好 我们把这个火把点亮 点亮火把之后 我们朝着 吸棒相差 它在内的悬崖的上面 我们爬上来找它 让来摸一下地的仙灵之后 我们摊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那有一座火把 好 让它蓄力键点亮 点亮地的火把之后 我们再摸一下它 撞到我们的东方向 在这 再摸一下 点亮 然后这它跳出去 在这 在这我把它 点亮 训练 还不够 晚安 我们好 我们把它点亮 还有 我会回到最开始的位置 好ente 好的,仙靈歸位之後,我們晃出西角色 拔下這點的岩方碑 這一刻,它就升起來了 我們過來開啟一下葉斧 下次就能直接起屁到這了 一起副本,只好我們打在地圖 來到下面,綠滑池,建TP點 到TP點後,我們不用動方向,就掏前面飛 有幾個火方碑著 我們來到這顆椅跡旁邊閱讀一下,啟動 啟動,啟動岩方碑就解鎖了 掏出我們的安博 然後點這三個石柱,招的 這三個火方碑上面是招的石柱 我們一次點這個,然後再點中間這個 再點最右邊這個 好,點了 幾乎都解鎖了 那一次點這個,這個 就是這個 我們下去 來開啟季的福分 而且之後,我們將後趟 放出岩主,在這電柱子 就會生產業的瘋場 最後一日的成就 是黎悅的聲望等轄到8級 可以獲得一日的成就 遲到的小夥伴又可以跳坐了 我帶不知道的小夥伴去參與 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黎悅找這個TP點 到了TP點後 我們把鏡頭撞到我們東北方向 坐了這輛車之後 轉回東方向超澳的這條路走 來到前面這兒跳下去 這個人就是我們的 任務兼許人 可以獲得神望 這期視頻我們來收集 諸事平安地的成就 移動需要四天時間 第一天需要先把消的傳說任務 懷特蝴蝶挪幼之夢做了 這個傳說任務是26集之後太棒 現在是做完任務的第二天 我們來到黎悅掌去香菱家 就會自動觸發劇情 我們來找某十部對話 好對話完成之後 我們點擊任務追蹤 打開地圖來到天寒山下方的這個起批點 來到起批點以後 我們跟隨任務指引 去到這座破的寺廟 去裡面找蕭和他對話 對話之後他叫我們去救的人 我們跟隨任務指引來先親一波拽 阿海找王平安對話 之後回去 蕭已經走了 之後的兩天我們要陪王平安重修廟宇 來和他對話 來和他對話 就能完成今天的任務 現在是現實時間第三點 上線之後會自動寫到 深厚史初始平安季的任務 我們打開地圖 再來到天寒山介落幾批點 去找王平安 去找王平安 跟隨任務指引 我們再去找他 和他對話 對話完成之後 他會叫我們先去親波盜寶團 就在不遠處很近 好的先親一道 親完之後 我們點擊任務追蹤 再去找他對話 這詞要教十二人缺啥木給他 旁邊這些樹上就是缺啥木 如果有這小夥伴也可以直接提交 對話 對話完成之後 如果你 傳送速度快的話 我帶你去採集缺啥木 不行的話就在周圍吧 周圍的樹也可以採集 然後我們打開地圖 之後 來到 藍天門 門日 借了幾批點 到了TP點以後 我們 面前就死 那有四顆 然後背後還有兩顆 我們來採集一下 用當手劍或是大劍角色 然後中肌這個 樹 就可以採集到 這個 抽速是 所以產生 傷症木頭 所以我們一共要產四抽速 好的藏好之后我们再打开地主 回到将材内的起批点 在天安上下凡 这个 回去之后我们把木头交给他 就能完成今天的任务了 现在是限时时间第四天 上线之后就能自动接到材哥 身后是归于上中间的任务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再来到天安上材的起批点 已经是老熟人了 材的起批点在外面 现在再来看庙宇就修得差不多了 我们进入地的寺庙 去找王平安对画 规划完成之后我们来进香 进王香再和他对一次画 好的就能获得记得成就 这其实还有一队隐藏的采荡 就是前几天我们修的时候 不屑有一个鸟窝 现在它已经孵化了 那两只小鸟 好的 第七视频到这里 我们记得关注再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